嗨大家好我是小群 那這邊為大家介紹一下這禮拜的GNN 講到說這個下禮拜的合作開始是29號嘛 那30號的時候就會開放一個新的修羅場 那這修羅場關卡就是這一隻邪神卡達諾卓亞 他是水的獸類齁 那他的王冠技能的話 欸他不是王冠齁 因為修羅場的話他是會亂入 那遇到的話你的分數就會比較高 這樣子齁 那他的技能的話就是封鎖四個隊員的主動技能 然後也不能手消水 另外他會霧化四個位置 就是他的遇到的話他的技能這樣子 那因為他有鎖技嘛 所以如果說你用超人進去的話 你就可以開基田 直接解鎖就好了 所以超人打這個應該是不是很難啦 那我們來講一下他的技能齁 他是水的神族 技能的話是引物貫通光線CD10 那他就是一個控場 三回合內石化地方全體 然後受影響目標物法行動 就跟那個什麼 跟那個蛇女很像 跟蛇妖很像 一樣都是石化三回合 不過蛇妖不一樣的是他可以把敵人轉成 暮屬性 那他的話是沒有任何的轉屬效果 但是他的CD呢 比蛇妖短一點 蛇妖我記得好像是CD15的樣子比較長 但是有昇華的話好像有進場前的CD 那如果說你只有開到一次的話 當然是蛇妖會 會比較好 那如果說你 如果說打長關卡的話 當然還是血神會比較好一點 那再來的話效果期間 就是他被控場的三回合 這個時間內 那這個斜神 這張卡 他的自身攻擊力5倍 那就是有一個額外的效果這樣子 不過我是覺得這張卡還是可以刷一下 因為 畢竟他算是水屬性的嘛 水屬性之前是只有那個水妹嘛 然後他又是獸類 所以他也算是獸隊的一個 一個控場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像這種控場卡 應該都 蠻實用的啦 出場機率都挺高的 所以我建議這張 都還是可以刷一下啦 不過沒有 打敵人專屬這個比較可惜一點啦 那以上就是關於這張修圖場卡片的介紹 那喜歡影片的話 記得訂閱小小按個喜歡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